你那么恨我吗 可以不恨 我跟他合并分手 也跟你合并分手 到这个时候了 你就大度一点吧 今天晚上 我就从他公寓搬出来了 借你男朋友用用 陪我制作分手饭吧 我没问题 不管怎么说 这是我唯一一次认真的恋爱 就当作给我一个美好回应吧 这样的对话 让崔玲玲心如刀割 但她并不会想到这一切 只是周采儿失去理智的开始 幸亏不是天天这么吃 否则我真的胖了不行 怎么样 我出于有进步吧 一如既往的好 彩儿 我给你说一心里话 真的 你一定能找到一个 比我好一百倍一千倍的男人 你这样吗 在这个时候夸小女人 是最残忍的 说来也挺奇怪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世界是男人的 女人只是附属品 所以为了嫁个好男人 我从懂事起 就开始学习 如何取悦男人的技能 从洗衣服做饭到化妆打扮 每一个我都耐心学习 可是 当我真心爱上你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些本事一个也用不上 就是我才知道 根本在这儿 我根本就不懂男人 那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的 酒香不怕香的事 好饭不怕烦 彩儿 你就信我的话 说不定哪天 一钻石王了 我夸叉就砸你头上了 对 难愿吧 祝福你 我以为啊 我会跟林林大吵一架 两个人就跟泼谱一样 互相揪着头发 拼死拼活的 可是那时候我才发现 我根本就不恨他 恨不起来 因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看到她幸福 我的心就不疼了 你说 我这个女人 是不是做得挺仗义的 真的很仗义 彩儿 你是个好姑娘 不吃这个了 我去倒酒了 彩儿 你真别恨灵灵 真的 我可以跟你发誓 都是我主动追她 她一直在回避 她在躲闪 而且她生怕做出一些什么事来 她 她伤害到你 所以 你更喜欢她 我承认 有一部分你说的这个原因 但我是我 我也可以不谦虚地跟你说啊 女朋友我教过无数 哪一款呢我都见了 但像玲玲这款的还真是 真是奇葩 我这我 我有一种 就克制不住想追她的那种欲望 你知道吗 那我这一款呢 你这一款 你这一款分手之后还可以一起 吃饭聊天不哭不闹的 也是唯一一款 这是我听到从你嘴里说出来 最动听的夸奖 谢谢 应该写的人是我 还是应该 我谢谢你 虽然你没有给我一个完美的结局 但是跟你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你也给我安排了那么多 让我从一个服务员 一下变成了一个餐厅的女老板 真的 谢谢你 还是因为你自己能力强 干 为你的能力强 这一切都过去了 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嗯 我真的好怀念以前啊 哎呀 你口那么渴啊 你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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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点水啊 来 喝酒 来 来 哈哈哈 喝点水 來了 enhcolson 奋斗过 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一想到那是你的理想 再辛苦我也不怕 理想 什么的理想 晨儿 我跟你说 我开那餐厅完全就是不想 跟家里有任何的瓜葛 我就想做点 做点自己想做的事 你知道吗 你那儿就是再小的事 在我这儿都是天大的事 家明 我为了你 我心甘情愿做什么事都可以 我不求有什么回报 只希望你喜欢我 就做够了 这场持久的爱情争夺着 让周采儿完全忘记了自己 这一刻 她只希望用她最后的努力 留住这个男人 不是 晨儿 晨儿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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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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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你怎么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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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得那么晕得 走 我带你回房间去休息 来 我 我 我 来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我带你去拉 来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门在哪儿 大门 过来 好 大门 到家了 慢点啊 我回家 到家了 回家 不回家 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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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再躲着了 我不会把你吃了 我不是 不是 我不会把你吃了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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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書完 他忘了 不信 回家了吧 睡了吗 刚到家 陪爸妈聊一会儿 你早点睡吧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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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呀 昨天晚上 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如果想我的话 记得给我打电话 我希望我们还能做朋友 对了 昨天的衣服 我都给你洗好烫好 就放在这儿了 那你接着睡吧 我走了 好 刚到家 陪爸妈聊一会儿 你在这儿睡吧 明天见 哎 真是人心难测呀 你说我把她当好朋友这么长时间 甚至我还拿她当榜样 她怎么这种事都做得出来呢 你不会真的把简家名让给她了吧 她喜欢就让她拿去呗 不就是个男人吗 这恐怕不是你的真心话吧 哪那么多真心啊 谈恋爱嘛 不合适的话就换呗 如果一开始就打算不换的话 那干脆结婚得了 所以说 过程都不重要 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结果就是 简家名把你给扔了 然后跟她好了 这才脑到哪儿啊 早着呢 谁狠谁就笑到最后 不会吧 这想闺蜜的男朋友还不算狠呢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更狠的呀 不说这些了 你跟邱大海怎么样啊 我跟大海啊 我跟他求婚了 你跟他求婚 你求不求人哪 那不然我怎么办啊 他不求我就求了呗 免得他哪天三心二意的 跟别人跑了呢 他要是真跟别人跑了啊 那又代表他不是真的爱你 你该不会真打算 跟你第一个男朋友就结婚吧 那怎么了 脱亏呀 那他要跟别人跑了 我才亏呢 我就想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 你们俩在一起啊 本身就是个意外 对 他和我有意外 可以 他要是和别人想有意外 甭想 这过几天我把订婚仪式给办了 再挑个日子把婚给结了 他这辈子啊 就算是我的人了 不错啊 被蒙在鼓里的简佳明 只觉得眼前这扇门是那么地沉重 崔玲玲的每一个眼神 都是对她最大的审判 简佳明 简佳明 你还好意思来啊 你就没点愧疚感吗 灵灵 我的早饭呢 你看我等一上午了 你要饿死我呀 我 我这不是想先问问你想吃什么 再去买吗 你平时买的不是都是挺好的吗 干嘛呀 专门这个时候讨好我 我现在就去买 别去了 别去了 你等着我吧 我已经买了 亲爱的 你得明白 跟男人上床 是一回事 嫁给男人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身边不就有这样的例子吗 你看蓝姐 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 也要都六岁了 她才想起来往外挣脱呢 晚了呀 费劲不说 她还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抢手 你再看崔玲玲 还没弄明白结婚怎么回事呢 就被江青姐给放鸽子了 这些你可都看见了吧 那你还哭着喊着往火坑里跳呢 傻不傻呀 那又怎么了 本身我从小到大 也没有从火坑里面出来过 我不是没有喜欢过别人 可是连王朝阳都看不上我 我还能奢求什么呀 亲爱的 你要明白 不是你不好 是罪零零比你更好 好像也是 你发现没有 我们身边的男人绕来绕去的 最后都去喜欢他了 亏我还一直傻乎乎地跟着他混 结果最可怕的敌人反倒是他 要是没有他的话 我肯定早就和王朝阳在一起 我和王朝阳的星座血型 那是完美匹配 我俩要是在一起的话 我还用得着死气败烈地去 向男人求婚吗 王朝阳肯定都爱我爱得死去 活来主动跟我求婚了 我告诉你 我跟大海结婚 你死都不让他去 你该不会害怕啊 大海也被他迷住了吧 那万一呢 他是连大海都要跟我抢的话 那就不要怪我 放脸不上人了 欧阳 你跟我不一样 你没必要把他当成敌人 可是我现在 也没有办法把他当朋友 行了 陪我去找个酒店吧 走吧 走 走 怎么不说话了 你不是也没说吗 你们昨天 才是不是挺伤心的 你很在乎他的感受是吗 那我们是朋友啊 再怎么说我们先在一起的 我也算是恨他夺爱啊 他不知道你同情 你们俩聊得不愉快了 也没有 就是没什么好说的 那你怎么还睡那么晚啊 我跟你发信息的时候 都几点了 睡不着 看片子来的 他走了吗 他走了吗 走了 我今天早上走了 给我发了个 微信 说已经快走了 他走的时候 一句话都没跟我说 肯定恨死我了 别这么想 如果 真要有人内疚的话 也不该是你 他都要走了 你还不能说两句好听的 粥很好喝 真的 那吃点咸菜吧 你 同事们都看着呢 同事们都看着呢 让他们羡慕去吧 你来 怎么事先也不打个电话 我说你就以这种方式 欢迎我出来吗 不是啊 我是不想让同事们 说闲话 羡慕不羡慕 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再说了 你能不能别老在意 别人的眼眸 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来了 哥哥姐 先走了 哥姐 见你了啊 走吧 吃饭去 走吧 我都订好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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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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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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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 再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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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爸爸到时候啊 给你多买些水果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妈妈出差过几天就回来了 你骗人 你肯定好多天都不回来 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还说过不跟爸爸离婚呢 是没有离婚啊 妈妈跟爸爸斗着玩呢 那奶奶为什么哭呢 爸爸也哭了 我都看到了 你是不是有新男朋友了 你是不是不爱我爸爸了 什么新男朋友 谁教你的这些啊 你骗不了我 我是大人了 瑶瑶 妈妈真的是有事情要做 等妈妈再回来 给你买好多好多玩具 好不好 不要 我要你和爸爸陪我玩 瑶瑶听话 妈妈最近真的是有事情 等妈妈回来了 再也哪也不去了 好不好 好 天天在家陪着你 那爸爸呢 爸爸要工作呀 爸爸要赚钱 好 给你买新衣服 新书包啊 那好吧 我不想要新爸爸 没有 没有新爸爸 那新男朋友呢 没有 都没有 真的 真的瑶瑶 来 听话 哈 你怎么了 好 我要想要了 我去买新衣服 你什么都没有 你都没有 那想要了 你管我 你要去买新衣服 我去买新衣服 楊洛 但有件事情 我必须跟你说 否则的话 我心里特别地堵得好 那就是 彩儿